下面的方是二妙伞 二妙伞是一个基础方 是属于二类方 二妙伞呢 它由仓珠狂拜两围绕组成 是一基本的配物组合 它针对了湿热夏珠这个正后 这个湿热夏珠啊 可以导致很多方面的这个病变 我们这个组织里呢 是一道这样一些方面 湿热避震 湿热避震 由于湿热夏珠导致的湿热避震 都属于下部 脚啊 膝啊 怀关节了 这一方面的红肿疼痛 那筋骨疼痛了 同时又湿热夏珠形成了 有红肿疼痛 湿热可以引起伪症 伪症 导致两脚微软 包括一些 有一种温厚余症啊 这些微软当中也有这种湿热型的 湿热伪症 因为湿热夏珠呢 在妇科方面 可以造成湿热带下 带下 黄稠 腥臭 这湿热带下 湿热夏珠在皮肤科方面 也可以形成下部的湿疹 湿疹湿疹 湿疹湿疹 它这个这些病呢 虽然说 是这个病种不同 但从病基来说 都以湿热夏珠为基础 湿热夏珠为基础 所以它这个湿态黄粒 反映了湿热的一些 湿相上的共性 这个是 谈到阿尔妙伞的 主阵的 病基分析 这阿尔妙伞呢 它在制法 针对湿热制法上 它策动在 清了造势的方法 我们前面谈到 在整个清了去湿 这一章里边 绝大多数的方呢 以清了历史为主 这个方和前面所讲 王氏连扑影呢 突出造势问题 尤其这个方 它作为阿尔妙伞呢 是以造势为主的 这方以黄白的清热造势 作为军药 因为这两位要呢 黄白苦寒 昌珠呢 偏于心苦温 所以以黄白的清热造势 作为军药 昌珠呢 它能增强这个造势作用 同时能够健脾 能够健脾 嗜血 产生 往往呢 和皮食渐运有关 这个方里呢 要影子还用姜质 用姜质 用姜质呢 能够使整个这个方 清热造势 同时呢 姜质 也能够 它有心善 能舒畅气机 也能够 有一定的善水作用 这是个基础方 当然很少 就用这两位要 往往作为一个小的组合 配合在其他的 相应方剂之中 临床的辩证要点呢 都属于下部 深夜下注引起的 珠希肿痛 小便短次 舌苔黄 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些 临床表现 辩证的基本依据 在临床运用当中呢 要针对 湿热下注发生的 不同病种呢 加减不同的药物 比如湿热伪症 多加 这 驱风 胜湿 驱风 胜湿 除壁的 西仙草 木瓜 碑线 这个 针对湿热 伪症 湿热缴气 以仁 木瓜 冰朗 和这个方 结合 使用 针对湿热缴气 下部湿窗湿疹 可以加土芙林 吃小豆 增加历史解读 词热缴气 词热缴气 词热缴气